接下來是黃國昌 黃國昌委員 謝謝主席 警部長 請陳部長 歡迎任文 部長 有關於目前兒哨法以及幼教法 針對有內容不當管教等等違法的行為的時候 我之前召喚過記者會關心這件事情 那時候討論的其中一個重點是 按照兒哨法及幼教法相關的規定 針對違反的行為人負責人場所都必須要公告 那問題是從上一次盤點完了以後 陸陸續續在我開了記者會以後 有一些地方政府沒做好的 他們去補錯 那當然是亡羊補牢 來 部長請你看一下 我現在到昨天下午 我再清查了一次各個地方政府公佈的狀況 包括了像宜蘭縣 像台東縣 像基隆市 新竹 違反幼教法的部分 這些都還是一樣啊 沒有按照法律的規定來公告啊 這樣子的狀況 衛福部難道拿他的眉皮條嗎 這些資訊的揭露應該是最基本的吧 那有一些 所以說我到昨天下午公佈出來的結果 也還是這個樣子啊 這邊這個部分衛福部再盯緊一點好不好 還沒有的你們就發函去給地方政府 叫他改正 你說他已經發函了 來請把衛福部發給地方政府的函 以及他們的回函 會後全部都給我 那我要一個一個來 對啊 如果他們欺騙衛福部 說他們有公告 可是在網頁上面根本找不到 這要負責任啊 可以在公文書上面隨便亂講嗎 你們發的函以及地方政府事後回的函 會後可不可以交給我 可以 好第二個 就有關於兒童跟青少年喝酒的狀況 因為我之前關心酒教的問題 我看到了統計數字我嚇一大跳 這個是陳教授他所做的研究 我想全心應該是非常的足夠 我國小的學生呢 有20% 竟然自己去買酒 36%的小學生喝過酒已經很誇張了 20%自己去買過酒 那這個明顯是什麼 這明顯是違反兒哨法的規定嗎 部長 你知道違反兒哨法的規定 賣酒給小朋友 他的罰則是什麼嗎 然後我直接秀給部長看 43條 91條 要處罰還嘛 好 去年 針對違反這一條總共才罰了幾件 來再給部長看 這是2017年 我從官方的資料上面找到了data 35件 部長看到這個數字你會不會很正經 20%的比例 裁罰35件 真的有在執法嗎 部長 相對那樣的比例 那確實這樣的執法案件是太低了 這不僅是太低了 我不客氣的講一句 根本沒有在執法 怎麼樣檢討這件事情 各個地方政府有沒有盡好他們該盡的責任 這件事情 衛福部需要多久的時間 有一個具體的改善方案出來 需要多久 一個禮拜可不可以 沒有 一個禮拜一定沒辦法 需要多久 至少給我兩個月吧 兩個月的時間 好沒有關係 我今天提出來了 我就給部長兩個月 你們發函去給地方政府 問他們怎麼在執行法律的 執行成這個樣子 學者研究出來的是 小學生自己跑去買酒的20% 那你就看嘛 他光抽樣2630位的20% 事實上就已經將近多少 將近500位了 結果我還不要講母體啊 是幾十萬人 結果我們到目前為止 整個有財閥的只有35件 那根本就縱容什麼 最容易那些零售業者賣酒給小朋友嘛 他們沒有在執法啊 他怎麼會怕 然後我進一步 請教非常嚴肅的問題 有關於燕娟